各式各样的零钱包、证件套、饮料提袋 这些精美的皮革小物全都是新著名朋友们手工制作 中山区公所今年再度开办皮革手作课程 邀请拥有30多年经验的手工皮革老师 传授皮革工艺技巧 学员也在课程中发挥了独特的想法并融合自身文化 让每件作品都充满了个性与魅力 主要是希望借由这些皮革课 然后可以让我们的新住民除了可以认识新朋友走出来之外 也是希望发挥他们独一无二的创意 然后可以学得一技之长 那经由这次我们活动可以看到 我们这次来上课的新移民朋友们 每个都有自己丰富的创造力 每个作品也都是独一无二的 如果看了现场的作品 除了就知道 他们不但可以成为未来的兴趣 相信也是未来如果想要创业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门技能 那也欢迎各位新住民朋友 未来居翁所如果有这相关的课程 也欢迎各位新住民朋友来参加 课程不仅丰富学员们的手作技能 也促进新住民朋友间的互动与交流 这些皮革作品不仅是实用的生活配件 更是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象征 展现了多元社区的魅力与活力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因此也有个人の资兴 我们只能够消灭 有多元社区的 时间一路亮 所以 并非语矩 并非语矩